假如1981年,我没有失去空中交通控制员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做这个生意。 说实话,我太喜欢那份工作了,这是事实,我没有必要拐弯抹角。 再说,这个生意不需要天赋,你想要天赋吗? 在座,有没有医生,他们有天赋。 你不停地上学,上学,上学,你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主治医生,律师,结构工程师,建筑师等等,这些都是有天赋的人。 我做了十年的空中交通控制,你们知道,我经历了多少年的训练,才成为迈阿密国际机场的空中交通控制员。 作为空中交通控制员,你不能犯任何错误。 坐在雷达试波器前,你必须学好数学,算得快,不能算错,那就是天赋。 这个生意不需要什么才能,它需要你的一个决定。 做这个,你用不着天赋,只要克服各种奇怪的恐惧就行了,你也许害怕你自己的影子。 你可能是一名律师,你可能是一名医生,你可能是一名建筑师,你可能是一名工程师,你可能是任何职业的人。 当你在大街上和某个陌生人碰面的时候,也许他会让你吓得两腿发软,你可能是一个警察,你可能是一个重型机器操作员。 但是,你却无法对付拒绝是吧,这个恐惧能把你逼疯,让你望而却步。 你不相信吗?请留意了,这不是智商的问题,你们都有着高智商。 这不是教育程度的问题,和这些都无关,这是忍耐力,这是决心,这是你的梦想。 这些归根结底是你的梦想。 如果你没有梦想,你就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们现在差距太大了。 我现在做这个生意,还像刚开始时那么辛苦吗? 不会。 我现在不需要那么辛苦工作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创造了被动收入。 这应该也是你们想要的结果,这也是专业人士建立这个生意的原因。 如果你是一个事业,已有所成的医生,除非你能看到这一点,不然你是不会去做这个生意的。 你不需要这么去做,你处在你的医生生涯的顶峰,或者是律师生涯,或者工程师生涯,或者其他职业生涯的顶峰。 你热爱自己的职业,你一直上学,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职业上永远走下去。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生意呢? 这样做毫无意义,只有当你能在头脑中看到这个生意的前景的时候,才会去做它。 你或许是另一种人,跟我一样,本来事业很辉煌,但最终却失去了所有。 你从人生的巅峰跌入低谷,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生意呢? 因为你不得不这么做,我对你们很坦诚,既然我们都很坦诚相待,我们可以多聊一会儿。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推你们,拽你们。 我知道,在座很多人很可能不会去做,你们可能拥有很多选择了,你们都很受他人的尊敬羡慕,你们不会做这个生意的。 不过,在座的朋友,只要有两三个人认认真真地去做这个生意,一年之后,你们很可能挤不进这个房间。 只要有两三个人疯狂地去做,真正去做一些事情。 我这么跟你们说,是因为我当初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我偶然碰到我的直系领导人,他当时正在开会。 我走进那个房间,有二十二个人在那里,人们称呼他直系。 我不知道直系是什么意思。 我很奇怪,我问一个人,这是在做什么呢? 那个男的是谁? 他回答说,他是一个直系。 我很纳闷,直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开会。 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他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钻石。 你们想想,这听着多么别扭。 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聚会,你听别人说,这是一个钻石? 钻石什么意思啊? 人们根本不知道钻石是什么。 他们应该说,这个人做这个生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做得很不错。 他曾经是空中交通控制员,他叫路易什么什么的。 去努力吧,不要说我是个钻石啊。 要是你是一个客人,你当然不知道什么是钻石,对不对? 我记得走进那个聚会有二十二个人,随后我们去到一个大型聚会。 比这个聚会可能还要大一点。 它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找到了一个理由。 面对失败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你可以在失败的地方滚来滚去,自怨自哀,走过一生。 或许,这个房间里有人有自己的理由。 如果你是一个有着一个理由的人,你将成为这里的下一个钻石。 所以,当你克服了所有的恐惧之后,你就可以做到任何事。 你将做出一个决定,为这个生意做出贡献。 你下定决心之后,就像我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那样。 晚上,当别人都休息和睡觉的时候,你去讲计划。 回到你家以后,邻居家都已经熄灯睡觉了。 你每天晚上都出去讲计划,披心待跃地开车回家。 第二天,你照样得工作,你会疲惫不堪,你会精疲力尽。 但你有一个梦想,你有一个去建立生意的理由。 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你必须弄清楚。 或许在座有人已经有了理由,你还不知道。 我和卡西去参加我们的第一次聚会。 我们坐在房间后面,那个讲话的钻石,人们叫他钻石。 他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然后结束那个聚会。 还有一些人,人们称他们是翡翠。 我走上前去,看着那些人,我想知道他们是谁。 我问他们是做什么的。 钻石是什么,翡翠是什么。 我问某的妻子什么是钻石,因为她比我先做这个生意。 人们回答我说,嗯,她发展了六个人,这六个人都做了一些事情。 我说,真的吗? 长话短说,几年以后,我和卡西做到了钻石,走过舞台,而那些翡翠们依然站在原处,没能做到钻石。 我超过了他们所有人。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理由,他们在三个组那里停滞不前,而我想要钻石,更深的东西。 我可不想要三个组,我想要六个组,因为我有一个理由。 有两种面对失败的方式。 第一种,你可以在失败的地方滚来滚去,自怨自哀走过一生。 另一种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用比原来大五十倍的力量,坚持做你一直在做的事情。 因为最甜蜜的报复是,完全而彻底的成功。 如果在座的朋友,谁最近遭受过打击的,你为何不离开你的沙发,然后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从头再来,向你身边所有人证明你自己。 为什么不那么做呢? 你需要享受你的胜利。 当你做到钻石的时候,你会把一切的失败都一脚踢到远处,你的生活会大大改善。 如果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生活方式,你不会理解这种方式的。 事实上,我甚至有点不好意思。 好,我现在进入正题了,等一会儿,我会先让卡西上来和你们分享。 我想说的是,这个生意其实并不适合我,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这一辈子都很有报复,都很有志向。 我来自一个工人家庭,家里的人都从事体力劳动,有些是餐厅服务员,有些是油漆工人,有些是修车的。 我们家每个人都以体力活谋生,并不是说我不爱他们,我爱他们每一个人,但是他们身上缺乏动力,缺乏报复。 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得到这种基因,很奇怪,我的身体怎么会存在这种基因,总是渴望更多。 总之,这个生意并不适合我,真的不适合。 但是,让我告诉你们,如果我想在生命中得到更多东西的话,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任何东西,包括这个生意,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能让你最终获得经济自由。 待会儿,我会和你们谈谈恐惧,我这一辈子都在思考如何做出更好的投资,怎样投放我的资金。 然而,谁会听我这个老家伙说呢?当我教我的孩子们,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说,你看,爸爸又说教了。 在座各位,有多少是在三十岁左右,或者是小于三十岁的?请举起手来。 我想让你们知道,如果你在三十岁以下的,你们任何一个人,根本没有借口不在六十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 不过请仔细听,如果你们学会每个月把一点点钱放在另一个地方,让这些钱复合增长,你会得到很不错的投资,可以在六十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 我经常对孩子们说,现在你们有足够的时间,你有年轻的优势,你一定要正确思考。 你们多少人现在三十多岁,你们现在风华正茂,这是很重要的。 德斯特先生说过,推荐对象的最佳年龄是在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现在正是你们人生中大展拳脚的时机。 就是现在,千万不要在你到了五十七岁的时候突然醒来,后悔当初没有做什么事情,那是罪过。 现在就行动起来,现在就醒悟,不要再浪费美好时光。 你们现在生活在地球上最多机会的国家,我们有成功的权利,你们知道吗? 目前美国有四百万百万富翁,这是我从财新杂志上得知的。 在这四百万百万富翁当中,85%靠白手起家获得成功,只有15%继承家业。 既然美国有多达四百万百万富翁,为什么没有你呢? 清醒吧,是时候振作起来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接受了挑战,我们挣了很多的钱。 我们的收入下跌后又提高,我们几经风雨经历了很多。 因为这个生意,我们能够去全世界旅行。 我们到过二十四个国家,我们自由了很长时间。 卡西比我更早有这个梦想。 刚才我跟你们说过,这个生意并不适合我,我对这个生意毫无感觉。 我做这个生意非常别扭,我一直是个孤单内向的人。 我只是很出色的空中交通控制员而已。 我简直天生就是做这个的料。 你们知道,独自一人坐在瞭望室里,面对着雷达试波器和成千上万个按钮,身边没有人。 而我的乐趣就是指挥飞行员要走哪条航线。 在座有没有飞行员? 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孤僻,不善言谈,准确无误。 作为空中交通控制员,我不必和飞行员和睦相处,他们也不用和我和睦相处。 那些飞行员可不用在乎我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他只要确信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可以了。 当我对着无线电对讲机向他们大喊大叫的时候,他们只会对我的工作有百分百的信心,所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复我。 他们大部分人都曾经担任空军飞行员,他们喜欢军队里的氛围,那种只会与控制,疑问一答的世界。 换句话说,我们互相的了解只在于怎样才把那个金属旁人大物降到指定的地方。 只要那架再有三百名乘客的飞机安全着陆,我们彼此之间相处愉快。 因为你是专业人员,我也是。 但是当我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 你们多少人明白我的意思,这和你们熟悉的世界很不同,你们从来没准备做这个。 我做这个生意就很别扭,非常不舒服。 我真希望我第一次做聚会的时候,你们也在那里。 当时我站在客厅的时候,我多么希望你像一只虫子那样站在我肩膀上看着我。 我的整个领导人团队都退出了。 我做了一年才做到一千分。 没人相信我能做这个生意,因为我把人们下跑的速度和我推荐他们加入一样快。 但是我喜欢这样,我是一个空中交通控制员。 你们一定要去参加聚会,向左拐朝向一百八十度,保持四千米的高度。 你们有些人可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你们可能是警察、建筑师或者其他职业,不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 你们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你也许只是读过与人交往的书。 卡西和我不一样,他一直有梦想,他善于和人打交道,他喜欢热闹,他有着一支军队那么多的女朋友。 你知道,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能一起生活这么长的时间吗? 因为我们如此了解,以至于我们给予对方如此多的空间。 我们如此性格迥异,他如此喜欢与人打交道,而我如此喜欢独处。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居然相处这么长的时间,他热爱这个生意,喜欢热闹的环境,那些音乐和掌声。 我记得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有个家伙居然想拉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唱歌。 我心想,你这家伙离我远点。 下面请卡西上台,待会儿见。 谢谢,上帝真是幽默,他确实不是做这个生意的料,这个真没说错。 你们有人可能会说,这说到我心坎上去了,这真不是我想做的,但结果实在是太好了。 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结果的,所以你们必须留在这里,你们必须继续下去,你们必须听我们的建议,你们必须做好笔记,你们必须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 这是最根本的,因为这些结果是你们想要的,你们有做这个生意的天赋,或者是否善于交际,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这些喜欢与人打交道,善于交际的人才是危险人物呢? 因为我们只想着开心,我们当然也喜欢结果,但我们更注重开心。 当我们在做这个生意,结果是最最重要的。 但上帝确实很有幽默感,把他从那个小小的一个人独处的瞭望塔,带到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 我们几乎走遍了世界,我们的孩子们也走遍了世界。 我们以前不敢想的梦想在我们面前实现了,因为这个系统。 我只是想告诉在座各位,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颗明星,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成就伪业的种子。 在这个房间里我知道,有人可能认为我太老,有人认为我太年轻了,有人觉得我不喜欢与人打交道,有人觉得我太喜欢与人打交道了。 有人觉得我不可能做成这个,我不够自信,我缺乏自尊,这些都不是真的,这些都无关紧要。 唯一重要的是你所做的决定。 所有的这一切都首先在你脑子里发生,是你们此时此刻所想的,是你现在在想什么。 路易卡里罗就是这样做到的,他刚刚告诉你们,他不是做这个生意的料子,但是你们是一颗明星,那就是说,你们的成功来自实际行动和一个梦想的逐步实现。 我一直在想,啊,我们做这个生意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总是听到德士特谈他的梦想,在和德士特夫妇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受益匪浅。 他总是谈论着梦想,梦想,梦想,不管你现在处于哪个级别,你一定要持续不断的梦想,你一定要持续不断的梦想。 如今的世界,有这么多事情发生,我们原先想都不敢想的很多事情,现在都能实现了。 为了帮助那些穷困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帮助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人们,我们必须给现金啊,这种事情可不能刷卡。 我现在需要照顾的是我的父母,因为他们都已年迈,我最近不断意识到,我早年的许多梦想,现在已经一一实现了。 上个月,整个十二月,我待在威斯康星州,因为我的父母要搬进一个老年公寓,这是他们第一次住进一个新地方。 他们以前从没搬过家,一直住在老地方,我很兴奋,因为我能帮助他们住到新地方,添置新的东西。 我父亲现在快九十二岁,我母亲已经八十八岁,现在他们终于能买些新东西了,他们埋藏在心底的有些愿望,终于实现了。 而我们做儿女的,能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他们。 我母亲在医院里做了个大手术,我是全家唯一一个能在医院里从头到尾陪她的人,而不必打电话给我的老板说,我母亲病了,你能不能让我请一天假? 我不仅仅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填上支票,同时我能全部时间都用来陪她。 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有些时候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我有许许多多的梦想,从我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开始,我就爱梦想。 当我看了电视之后,我就梦想去迈阿密海滩,梦想去巴黎,梦想站在纽约大舞台上跳舞。 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梦想者,但我最初并没有期望我的那些梦想都能实现。 所以当我进入这个生意后,他们让我开始梦想,我很惊讶,然后他们说,把你的梦想写下来,并且贴在冰箱上。 我听到雪莉·美杜斯说,我写在冰箱上的每一个梦想都实现了。 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然后也照做了,把每一件我想要的东西都写下来,贴在冰箱上。 我把梦想卡贴在洗手间的镜子上,贴在大门上。 我家里到处都贴着梦想卡片,因为我听到他们所说的,而且我相信。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我们贴出来的所有梦想都实现了。 啊,这是不是太难以置信了? 然而,承认之后就会拥有,你的大脑中能想到的,或者你所谈论的,都发生在你身上。 因为你说的越多,你听的越多,你就越会去行动,使它实现。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把它说成现实,你把事情说成现实,如果你想要的东西,你把它们说成了现实,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家有小孩,可以尽情去宠爱孩子。 如果你们有年迈的父母,现在该宠宠你们的父母了。 如果你听到他们说想要什么,就去给他们买什么吧。 不过你必须有钱,才能那样做。 那些还没有钱去宠爱父母的人,我认为你们要立刻改变这种状况。 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去宠爱我的父母。 不管他们要什么,不管他们想去哪里,我都去满足他们。 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诸与你的生意,这是我学到的所有东西中,这是第一条。 这对我很重要,对你们同样如此。 我们家是不允许有任何非公司的产品的,我们的女儿现在正是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可能从他们的朋友那里拿了某些护发喷雾,据说能使头发变得像电影明星那样。 我会说,很抱歉,在我们家,你是不能这样做的。 当你有自己的住处,你当然可以买你自己喜欢的产品,那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带这些东西到我们家。 当他们把某个牌子的产品拿回家,我就跟他们说,跟我来,你们花钱买了那个产品是吧? 那好,让我们一起把他倒进厕所里,这样他们就会明白,忠诚就是忠诚。 如果你要教他们忠诚,你自己首先要忠诚。 如果你要教他们忠诚,第一步就是忠诚。 忠诚对这个生意太重要,我们以前经常说一百分,现在我们说三百分了。 二十五个家庭,每个家庭三百分,我们就能做到百分之二十一。 谁认为能找到二十五个家庭,每个家庭流通三百分产品的,请举手。 在座没有谁是做不到的。 即使你们一个月只能推荐一个家庭,两年就能做到。 只要你们定立这样的目标,就一定能做到。 现在我在这方面做得比以前更好了。 陆毅是一个非常自律,非常持之以恒的人,他教会我所有这些。 我必须下功夫记住这些目标,定下目标以后,我还必须下功夫去达成它们。 这是我学到的很关键的一点。 你不可能只是随随便便地做,然后等待结果的到来。 你必须定立目标,你必须以目标为中心,你也必须教人们这样做。 你必须对某个人负责,有时候你要对你的配偶负责,因为你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目标,你们需要相互帮助达成目标。 更多的时候,你应该对领导人负责,你的领导人对你的成功最感兴趣。 他们在你需要的时候,会真心帮助你,所以你必须对他们负责。 你需要告诉他们,这个月你做到了什么? 你也许在月底最后一天,才发现这个目标,你还没有推荐到一个人,所以你赶紧在一天内,把那一两个人推荐了。 不管你们怎样做,记住一定要定下目标,因为定立目标比任何其他事情更能决定你的成功和在你的小组里的复制。 我有一个秘密,我的秘密就是为任何事情祈祷,我是很认真的,因为我是一个喜欢人际交往的人。 当我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肯定没问题,我一直都喜欢和人说话呀,谁知道问题大着呢,我一拿起电话,问题就来了。 至今还是如此,我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一直都在尝试克服这个困难。 如今越来越好了,但问题在于,谁愿意被拒绝呢? 没人愿意被拒绝。 但是一旦你有了信心,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就没问题了,我就是这样。 我为每一个电话祈祷,我为每一次基础祈祷,我到处得到人们的名字和电话。 我先把名字和电话记下来,然后他来跟进,因为他擅长这些事情,我们找到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他真的很善于跟进,他是最好的。 尽管他并不是个喜欢与人交往的人,他会锁定一个目标,他会定下来,该给哪些人打电话,该做这些聚会,他真的非常细心周到。 而我则把人们邀请过来,让他们兴奋起来,所以我们合作很好。 我认为相互的沟通是很重要的,不要指望丈夫去做你应该自己做的事,不要指望妻子去做你应该自己去做的事,而要沟通共同工作。 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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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我要说的另一点就是自我教育,教育自己以便你了解你的产品。 当你和人们谈论产品的时候,你就知道XS能量饮料里有什么,维生素B12是怎么回事。 多少人因为维生素B12而需要喝XS能量饮料,有如此多的东西是你可以自己教育自己的,要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不要不懂装懂,先要使用那些产品以便自己能了解它们,这是多么重要啊。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段德士特的话,对于我和路易来说,和德士特夫妇相处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德士特说,你的一生中会有很多朋友,但比朋友更重要的是导师,你需要有一个导师,你必须寻找你的导师,我对此深信不疑。 在座的年轻人,你们的领导人有着伟大的智慧,如果你不把他们作为导师来利用,实在太丢人了,因为他们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导你们,你们必须清楚,你们可以利用他们,他们有着智慧,并且愿意和你们分享,而不会独自享用。 一个良好的态度很关键的,态度就是一切。 我母亲刚刚经历了一个大手术,她是个心脏病人,有一长串的病历史,癌症、心脏病、高血压等等。 前几天,那个地区最好的医生给她做了手术,把身体里的癌细胞全部摘除了,这真是个奇迹。 她住在重症病房里待了一整天,昨天我打电话找不到她,差点就急得发疯了。 然而今天,我再打电话,她居然回到了家。 我问她,妈妈,您应该是从重症病房转到普通病房,然后转到疗养病房,慢慢康复,之后才能回家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她说,一切都很好啊,我没事了。 几天前,她跟我说过,她不会住进疗养病房去康复的,我就对我母亲说,妈妈,我太了解你了,你会让我看到你的态度的,有些事是你一定会去做的,你一定会站起来的,你一定会自己走路的,你一定会自己呼吸的,你一定会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的。 就凭着这种要回家的坚定态度,在手术后的一个星期,她就住进了自己的新家。 一个88岁的老太太经历一个五个多小时的大手术,一个星期后就回家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简直是个奇迹。 她的态度决定了一切,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她的态度是关键。 态度塑造了你的人生,每次和人们交谈,我都告诉他们,态度是他们的现实,与他们能去到的地方的唯一桥梁。 作为领导者,我们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做成这个生意,但是没有接触过励志书籍,听过教育音像资料,缺乏导师指引的人,很难相信这一点。 我们需要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活出自己的真实潜能,这是多么正确。 通过留在我们的事业中,持之以恒,我们就给了人们信念,为他们定下步伐。 你帮助人们重建信念,以及一个他们对未来的梦想。 所以,我要对你们说,还有很多生命等着你们去感动,我不是跟你们中某一两个人这样说,我是告诉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有着一个责任,你们已经知道这个生意是多么伟大,你们已经知道能取得什么结果。 有很多单身母亲在等着这个生意,你们有责任去找到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成为你们团队一员,帮助他们,以便他们把孩子抚养大,让他们教育孩子,供孩子上大学,你们有着这样的责任。 你们有责任告诉邻居,因为他们想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尽管我知道现在的人们不太和邻居交往。 不过,让我告诉大家,当飓风袭来时,场面是如此惊人,所有人在整个地区都在谈论同一个话题,所有人都相互交谈,不管你是在加油站,或者麦当劳,还是其他地方,你都会和人们谈话,谈论这场飓风,这就是你们要做的,你们要走出去与人谈话。 那些害羞的人,要克服你们的羞涩,克服他吧,害羞是不能给你们带来你们想要的结果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克服他,你们都有成就唯业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成就唯业的种子。 在我每个星期都要听的磁带中,其中有一盘是厄尔南丁格尔的最奇妙的秘密。 我认为你可以把这盘磁带作为礼物,送给你认识的任何一个人,不论他们想不想从事这个生意,你的家人需要这盘磁带,你的朋友需要这盘磁带,你的孩子需要这盘磁带,里面的内容实在太好,太精彩了。 在陆一回来再跟你们说话之前,我想再告诉你们,15分钟是很重要的,这么多年来,它对我们都极为重要。 每天15分钟看一本好的积极的书,至少15分钟,最好30分钟听一盘好的磁带,每天听一盘磁带能大大改变你的态度,是吗? 我现在听磁带,聆听这些信息时,它还在改变我的态度。 另外,每天15分钟上网看看,了解我们的产品,了解美容和保健方面的知识。 健康和美容产品一直是发展最快的行业,根据市场调查公司的研究结果,网上销售排名第一的是美容和保健产品,今年网上销售额有望增长61%,女孩子们加油啊! 不但要用雅兹,还要推动他们,时时刻刻谈论他们。 还有抗衰老产品,当你看到人们脸上有皱纹,你怎么能不告诉他?你需要抗衰老产品?我刚好有一样产品,可以让你去掉它。 一会儿路易上台,你就看到他一直在使用精华素,你会发现他脸上的细纹不见了,这难道不令人兴奋吗?太令人兴奋了。 他拼命照镜子,问我,卡倩,他们真的没了? 当然了,你用的是抗衰老产品啊,他们当然不见了,你要给小组里所有男士做出榜样啊。 还有一件事,你们要向小组伙伴清楚地解释系统工具的重要性,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于刚刚接触这个生意的人,你可以利用这盘磁带。 我认为这是最棒的一盘磁带,伯特·古利克的拥有你的工具,拥有你的生意,这是非常棒的磁带,他会替你讲解的,你根本无需自己费力气。 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我知道在这个房间里,你们有些人在离开这里的时候会做出一个决定。 不仅仅在这个周末上兴奋,不仅仅现在就定下一些目标,而是决定离开这里以后,一直到下一次聚会之前,每一天都会去行动。 你会带回来更多的人,你会有一个全新的态度,你会定立更大的目标,而你的结果讲师指日可待的。 现在有请路易。 现在我想谈谈我的笔记了,因为我想让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能从我的讲话中带走一些东西。 有时候,我坐在家里想事情,逼自己写下一些笔记,因为我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 当我在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听着磁带,我突然有了一个美妙的想法。 我在想着,要是我能立刻和大家分享这个想法,该多么好啊。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过幻想? 我对钻石幻想了很多年,我人生只有几个梦想。 我的第一个梦想是成为空中交通控制员。 我认为它是一个梦想,是因为我当时已经结婚了。 我同我妻子说,亲爱的,这就是未来五年,我头脑中想到的所有事情。 我想从空中交通控制的最基层做起。 当时,他们称之为政府服务第七级,也就是GS7,是个没钱赚的穷差事。 最高级别是GS14。政府跟我说,想达到这个级别,最少也得五年,不可以比这更快了。 所以,我和我妻子说,我要从生命中抽出五年时间来完成这个。 这就意味着,这五年里,所有的事情都以实现这个梦想为中心。 你们有没有人像这样思考过? 这成了一个你不得不实现的梦想? 这不是你也许希望去尝试的事情。 有人问我,路易,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会成为钻石啊? 我说,我立刻就知道了,我对此毫无怀疑,要么就做钻石,要么就死去。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这句话,我可不是在谈判,看我能不能成为钻石。 我一定会找到六个人的,没得商量。 我才不管是不是要花一个月,我才不管是不是要花六年,我一定会找到六个,我一定会成为钻石。 不管站在台上的那个钻石做了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是他能做,而我做不了的,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想成为钻石,我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你做不了的,你只需要拥有我这样的梦想,就那么简单。 我记得第一次去参加聚会,台上是一个钻石,我远远地看着他,我问卡西,这家伙是做什么的? 卡西说,他是一个钻石,我问,钻石是怎么回事,那个钻石是干什么的? 卡西说,他帮助六个人做到直系,我说,那又怎么样呢? 卡西说,你得找到六个也想加入这个生意的人,我说,那就开始吧。 我花了三年时间做到银章,做到银章以后,有一次我和一个钻石谈话,我问他,你推荐多少个人才做到钻石的? 他说十二个人,十二个人里找到六个人,这个人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名建筑师,我不会在这里说他的名字,在十二个钱牌当中,他找到六个想和他一起做一些事情的人。 还有一次,我同一个做到皇冠的人谈话,我也不会在这里说他的名字,我问他,你推荐了多少个人才做到钻石的? 他说十八个,然后他问我,洛伊,你推荐了多少个? 我说,我呀,三十二个。 你们准备好了吗?把这句话带回家吧。 其实,我推荐了一百三十二个人才找到我那六个。 你们愿意那样做吗? 很可能不愿意,除非你有一个理由,太费功夫了是吧? 我一生有过两个梦想,一个是做一个出色的空中交通控制员,另一个就是成为钻石。 我知道,这两个都实现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不喜欢半途而废,我不是放弃者。 一个成功者永远看到他将要去到的地方,而一个失败者总是看到他正在走过的地方。 我有这些困难,我有那些困难,这个我做不了,那个我做不了,这通通都是借口。 有些人只会抱怨这,抱怨那,不停地抱怨。 我知道在座不会有抱怨者吧? 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钱在哪里呢? 这个生意的钱在哪里? 我写下了一些东西,让我们看一看,钱在哪里呢? 钱在你们不想去的地方。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钱就在我不想去的地方,钱就在没有人想去的地方。 钱在的地方就是挣扎所在的地方,钱在的地方就是恐惧所在的地方,钱在的地方就是失望所在的地方。 钻石在哪里? 自由在哪里? 他们所说的美好生活在哪里? 他们就在大多数的人不想去的地方,除非他们选择去这些他们不想去的地方,否则他们根本去不了那里。 我选择去那里? 啊,这确实让我难受,我必须学各种我一点也不想学的东西。 我得学会怎么见你们,我得学会接触人们。 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一旦你学会了骑自行车,你永远都知道怎么骑自行车。 在这个生意里,骑自行车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与人们接触。 听着,与人们接触是我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情,是我的第二天性。 因为我知道怎么骑自行车,与人接触也应该成为你们的第二天性。 对我来说,它就是第二天性。 每当我去餐厅,去邮局,去学校,我去这里,去那里,我走在任何地方,我都能和人打开画匣子。 你有没有学会在任何人的面前打开画匣子? 让我告诉你们,这并不容易。 要我去同陌生人搭画,真的很别扭。 我是个孤独内向的人,我喜欢独处。 看,我现在一个人站在舞台上,没有其他人同我一块,没有人来挑战我。 我怎么能有资格站在这里,拿着麦克风跟你们讲话? 你们觉得我做过一些聚会吗? 当然,你们认为我去过多少客厅? 你觉得这个房间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我离开我的轨道吗? 我觉得不会。 我做过如此多的聚会,跟如此多的人见面,才培养了这些沟通技巧。 我真希望,在我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你变成一只苍蝇站在我的肩膀上,看看我那个傻样。 你们知道吗? 我做到四千分以前,还没有穿过西装。 我知道西装是什么,但是我没有西装。 一辈子从来没有拥有一套西装。 最后,我的直系领导人跟我说,路易,你要做成这个生意的话,你还得买套西装。 我说,我没有西装。 他说,你应该买一套西装。 我当时没什么钱,我跟你们说过,那时我是一个空中交通控制员,穷光蛋一个,只有一个梦想。 回到家里,我问妻子,我是不是还有一件灰色的夹克外套? 他说,我也许把它叠起来,收到衣柜那个地方了。 我说,把那件夹克给我找出来吧。 他给我找到了,皱巴巴的,我可不管了,我把它洗了运好。 然后,我跟我爸说,我需要一根领带。 它有一根几乎一英尺宽的领带。 第二天,我穿着这件夹克去见我的直戏。 第二天,有一个公开聚会,我的直戏在上面讲计划,我坐在房间的后面。 这可是真实的故事,我可不是在编造什么。 这之后,我每天晚上都穿着这件夹克去讲计划。 我记得,我穿着粉红色的T恤,夹克,紫色领带。 我知道,你们会觉得难以置信。 你可以问问我的妻子。 我的直戏看到我之后说,你看上去很不错,只不过好像回到了1959年似的。 骑自行车。 一旦你学会骑自行车,你永远都会骑自行车。 与人接触,是我的第二天性。 走进聚会,我要想办法,才能走进人们的家里。 我要绞尽脑汁,才能走进人们的家门。 进那个门,可真是有点令人胆怯。 没人愿意做这些事情。 一旦进入人们家门,真是令人心慌啊,对吗? 你们不知道怎么开始谈话? 说什么呢? 我知道,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你走进去,只是凭着勇气,什么也没有了。 这时候,我已经过了第一关,与人们接触。 这个人让我进他的家门,我不会讲计划。 你认为,我会讲计划吗? 我可不会讲计划,我只是在喃喃自语。 一段时间以后,有人想要加入,他们什么也没做,只是加入而已。 你的生意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订聚会,进人们家,讲计划,跟进,推荐人们,然后把他们带进这个生意里,然后再深度工作。 推广,让他们加入聚会,谁会去做这些事情呢? 你怎么在深度工作呢? 如果我问你,你怎么在深度工作呢? 你肯定不知道怎么在深度上工作。 你们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在做什么。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呢?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是行政钻石了。 现在,有时候,我还是会失望。 有人还是会让我吃惊。 既然现在,还是会有人让我吃惊,展示你们的才华呢? 有人问我,那个人怎么回事? 我还以为他参加了呢? 我说,我也这样以为,但他不知怎么回事,却退出了。 而另外一个人,我还以为他不会参加,他却加入了,还拼命地讲计划。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我学到的一样东西是,我学会在我的小组里发掘下一个机会。 现在,我的头顶上安装了一个以前没有的雷达。 我能侦测到我们小组里每一个可能性。 以前,我无法发现可能性。 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 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很陌生的话,欢迎来到生活的俱乐部。 不要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感到不好意思。 每个人都知道,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如果一个行政钻石站在你面前跟你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肯定会感觉好多了。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紧跟着德士特的步伐。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让自己紧靠着德士特的世界,我用不着很聪明。 我听取其他人的意见,我聆听其他钻石的意见,我不必那么聪明。 你们看看,我有多聪明吧? 还记得我的出身吗? 我来自很卑微的背景,从来没有像在座各位那样,受到这么多钻石的良好影响,得到这么多钻石的指引。 但是,我总是渴望得到更多。 要是我让这些钻石们包围着我,那该有多好啊。 我很愿意辛苦工作,只用教我怎么变得富有就行了。 我很愿意辛苦工作,我只是想赢得进入那个房间的权利,以便能坐下来,听听那些有钱人的讲话,听听他们说什么。 我受到影响,我得到指引,然后我就变得富有了。 在我家里,我的叔叔,我的婶婶和其他成员,他们有的开卡车,有的做服务员。 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头脑,不像这些人那么有远见。 你们知道吗? 穷人和富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后来,我进入这个生意,我被这些人所包围,被他们所影响。 我们谈论什么呢?与人接触,参加聚会,讲计划,跟进,在深度上工作,推广系统,推广产品等等。 这些都是你必须克服的恐惧,才能享受这个生意带来的成果。 你的梦想必须比你的恐惧更大,才能成功。 你的梦想必须要比你的恐惧更大。 我跟你们说过,做这个生意并不需要天赋。 我相信,医生需要天赋,律师需要天赋,会计师需要天赋,建筑师,土木工程师,飞行员,CEO,空中交通管制员,大公司的总裁等等。 他们都是有天赋的人。 这个生意不需要天赋。 这个生意需要一个决定。 让我告诉你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这个决定。 你一旦深入自己的内心深处,做出这个决定,你的人生肯定会不一样。 这个对于年轻人尤其重要。 我对我的孩子们也是这样说的。 现在正是你们的时刻,让我给你们一个忠告。 你们最好现在,你们最好此时此刻就做出决定。 你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应该是又老又穷吧。 贫穷已经够难受的了,不要又老又穷。 你们年老的时候一定要富有,现在正是你们的大好时机。 此时此地,你们被这些优秀的领导人所包围。 不要做畏畏缩缩的人,离开你的温床,勇敢地面对你的恐惧吧。 越快越好,不要去分析,不要对投入在这个生意上的时间斤斤计较。 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人会在意的。 你自己去决定自己在这个生意中投入多少时间。 看到你投入多少时间,在这个生意当中,你一定会觉得惭愧的。 不要去分析,不要去算。 不要算你开车多少里路去开会,不要去算你开了多少次聚会。 不要去算你在这个生意上花了多少钱。 不要去算你赚了多少钱。 不要去分析谁加入了,谁退出了。 如果我要整天都算这些的话,我很多年前就疯掉了。 谁加入了,谁退出了,谁加入了,谁退出了,谁加入了,谁退出了。 只要你自己加入,而且你留下来,你自己就是你的生意中最重要的人。 是你,而不是那些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人。 不要去算你参加了多少次聚会。 不要去算你听过多少张CD和录音带。 不要去算你读过多少本书。 我一直都在看书,从来没有停下来。 不要去算你参加过多少场周末聚会。 只要专注于你的梦想,去跑你的马拉松,这是你自己的马拉松。 就像跑真正的马拉松一样,你会感到疲惫,你想停下来,千万不要停下来。 有着一个美好的将来在等着你。 还有一个,你们需要开发你的天赋的地方。 当你建立你的生意之后,你需要不断地判断你的团队成员的参与度。 你需要看到他们在这个生意上走多远。 刚开始生意的那几年,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把人们吹跑。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读懂人们的心思。 你们都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你不知道你们的对话能持续多久。 你以为加入生意的所有人都想做你想做的事情。 如果加入生意的所有人都想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就有趣了。 事实并非如此。 在深度发展,找到你的领导者,忠诚,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你必须建立和培养的天赋。 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 我一直很享受工作,我从来没有停歇过。 我总是在前面做点事情,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个生意。 这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是我的第二天性。 我不介意和别人说这个生意,这没什么。 再说,这样也能使我更加长寿。 每天和这些充满活力的人朝夕相处, 我对生活的感觉更好。 我对我所做过的事情的感觉更好。 不论怎样,我想我还会走下去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 谢谢各位。